11月23日 上尾门口队伍依然排起了墙 给大家看一看 队伍已经排到了大内边 我今天已经买完红肠了 买太阳红肠 时间很紧的 因为下午又没有受风的了 今天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队伍咋这么长的 你们看看 幸福今天我来得早 我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 队伍都已经排到哪了 都排到大内边了 看看我今天给大家抢的红肠 这是靠抢来的 虽然花钱 那也是靠抢来的 一会就没有了 我是早早的来排队 我俩是排了两趟 一个人限购一千嘛 这些一共是四千多的 四千多块钱的这些 一百斤 我每天买的货 都是按 头一天的 就是你们下单的订单量 来采购的 所以呢我不留库存 都给你们发最新鲜的货 都是当天的 一点库存也没有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天天在车里打包 我也不像他们似的 有库房啥的 我没地方存 所以就是 买多些就发多些 第二天再重买 一顿操作猛火 一下又忙到了 快四点了 今天就早上吃点饭 再又没吃饭 早上这一车货都发霉了 发的溜干净一袋不剩 我还行 我早上吃那点饭 怎么不怎么乐呢 我吃了他家一斤丸子 早上他家丸子是20多一斤 我买了30块钱 那就剩4个了 他家丸子特别好吃 上一家丸子 又属于热销产品 很多人早上排队 就为了买丸子 但是我不能卖 人家 就是特别难买 一天就先供的几斤 就没法卖 纯肉丸子 我们现在去吃饭去 吃啥去 我们今天打卡老到外 张包铺咋样 行 巴洛克那 是百年的包子铺 我看好多人 都已经推荐过那 说每一个来外地游客 都必打卡的地方 我还真没去过 想不想吃 吃走 走 张包铺 就在巴洛克风群街着 这时候他家得排队 现在没排 说夏天的时候老多人了 现在好人不是很多 上下两层的 以前外边还摆大排档 他家这大葱 看这些大葱 已经只有这个店很火 今天大葱很便宜 种葱的都可以哭了 他家好大 楼上还有 楼上也可以坐 他家包的都是线包的 明岛 他家其实真的好像火 他都是二楼 四点多都已经这么多人了 我点完了 就是点了几个包子 包子先蒸的 就在那边先蒸的 然后这个麻将拉皮先上 这个麻将拉皮是28 一会给你们看看包子 他家包子是特色嘛 然后他家的锅包肉也很好吃 但是我今天没有点锅包肉 就点了一个麻将拉皮 和8个包子 包子得一会儿能上来 先把拉皮干了吧 28块咸的麻将大拉皮 闻着好香啊 有点像凉皮的味道 来看他不只能吃饭的 啥炒菜都用 就像正常饭店的炒菜一样 浓浓的麻将味 包子好了 在他家吃包子千万别 一个两个点 他等的时间都长 等了半个小时 先包了 一盘拉皮 加8个包子 一共花了6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些是排骨的 他家招牌 6块 豆腐的3块 香菇的5块 西葫芦的4块 一共8个 先来尝尝他家的招牌 排骨的吧 大块排骨 摘给了 他家的三鲜也是招牌 但是我不爱吃三鲜 两大块排骨 排骨和肉 倒点醋 他家在每桌 必点着的麻将辣饼 他这是西葫芦鸡蛋的 他家宿校的招牌 就说是这个豆腐 再来一个 吃个排骨再吃个豆腐 这个是3块钱 尝一个 你说全体是豆腐了 妈吃这些香菇肉的 我俩没吃了 还剩四个包子 带走吧 我俩才吃了四个包子 就打包回来 虽然我俩就早上吃顿饭 但是我不吃了一斤丸子 妈妈他在 就是附近不有代购吗 都是代购什么马蒂尔面包啥的 他又炫了人撒马蒂尔面包 我俩都不怎么饿 一人吃俩 你说我要是落完他家 会不会就有一些外地人 会颠覆黑龙娘物价的认知呢 因为我看好多人拍东北物价 黑龙娘物价都是什么 12块钱 浑速三四十个菜随便吃了 或者上饭店让老板随便上拔个菜 一顺帐100块钱 大家就觉得黑龙娘物价可便宜了 我摊人家拔个包子一盘凉菜 64我都没10斤里啊 再点个锅包肉就100多了呗 他家特色是锅包肉 按我的消费官来说 这包子确实不便宜 但是人家是百年老店 而且老火了 楼上楼下真的 都快坐满了现在 真的很火 因为火人家一定是有原因的呗 拉瓶还挺好吃的 好了 回去了